这个头型呢 其实没有过多的这个要求 其实就是给这个狗呢 剪出来整个的样式 给人的感受就是憨憨的 很可爱的 那我们剪的步骤呢 第一步也是先把整个头部 和嘴部的形体先分开 建议大家 还是我们打横剪的方式去做啊 千万不要这个剪刀竖起来去剪 也就是说 我们尽量这样剪 不要这样剪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是错误的 因为你这样剪完之后 有很多狗的这个 色素不是特别好看 色素不是特别深 你这么一剪 它就容易变成像猴一样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 嘴部跟头部先分开 我们打一个横剪 剪一个线条就可以 这条线就是为了把嘴跟头分开 它没有过多的一个感受 它没有这些过多的东西 这个位置我们要剪干净啊 但是千万不要破坏这个嘴这一侧的包园面 然后我们把毛 属好 按照它正确的毛流方向给它属啊 嘴部也是一样 发散的形状去属它的毛 我们第一步还是先定下巴 一个圆形呢 不论它是椭圆形 还是这个正圆形 我们都是先定四个 需要定的这个长短 然后把点定好了之后 我们再去连接这些点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还是先把下巴的这个长短定好 那这个就是复古小源头呢 我们就是不能把下巴剪得太短了 太短了 如果太短的话 它就变成小源头了 对吗 我们要的感受是憨憨的感受 所以当你在宠物店操作的时候 针对这个头型呢 你也要看 这个狗如果它的毛量不是特别的OK 就是它的毛量很少 很稀疏的话 老师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剪这个头 这个头型的 因为这个头型的话呢 就是它对毛量是有要求的 一些绵密啊 毛发绵密啊 毛发这个毛量比较大的一些 比熊啦 太低啦 比较适合做 那我们还是第一步 先把下巴的长短定好 下巴就不要定的过短啊 内侧也要剪得干净 我们先剪出一个平面 因为这个 这个复古小源头的话 它是不留富尔的啊 所以你剪的时候呢 就可以大胆放心的去剪 不要在意留到富尔的部分来 因为我们不留富尔的 然后呢 我们盯头部最宽的位置 它的头型呢 它不是正圆的样式 我个人的感觉呢 它是这个头部呢 略略微就是两侧略微窄一些 上下略微高一些 就是它整个是一个长方形的 一种椭圆的感觉 所以呢 就是我们剪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给它剪成正圆形啊 它正圆形就不是特别好看了 然后我们定整个头部最宽的位置 整个头部最宽的位置 大概也在眼睛上方一点点的位置啊 然后你定这个点的时候 当新手小白啊 如果你们剪的时候 定这个点 千万不要把它剪得过深 所谓过深 就是不要这个点剪得特别深 这面剪得特别深 如果你剪得特别深的话 就没有改的余地了 所以你剪的时候 可以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稍稍的剪出一个小点 让自己看得见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正面再去连接下巴的这个位置 往上包园去剪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位置一定要给它剪干净 怎么样才能剪得干净呢 你剪的时候 你的面一定是前后垂直的 也就是说从正面看的话 我们不要看到后面的毛发 那你这个位置 如果你已经找了准确 这个样式是你喜欢的 你剪得很准确了已经 那么我们这个面剪到哪里合适呢 要剪到耳根的前侧 这是他的耳朵啊 他耳根的前侧 也就是剪到这个位置 剪到上耳根的位置 是整个他脸部的厚度 那么我们给他剪到位 顺着你的这个面 往里剪 因为他剪完之后 这个耳朵吧 也是一个小小的小包包耳 很小的耳朵 小耳朵 他才显得很可爱啊 如果你要是这种头 还想留高耳位的话 那就不是很合适了 他下边这些腹纹都是不要的 直接连到脖子 上短就可以 我的个人习惯呢 就是我的也是我的个人经验吧 觉得还是我们先剪下侧的轮廓 然后再去连接头顶的部分 比较好一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下侧的轮廓 一旦定好了之后 大概这个甜美度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 你再去连接头顶的部分 你这样心里也就比较有数了 然后整个头部的最高点 是在整个头部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头的正中心 我们向上去包圆连接这个面 这个真的跟我剪这个十多年前学习那种大猿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 大家可能现在已经对那个些这个猛戏呀高耳胃呀可能已经那是神被疲劳了 然后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是啊 这个耳朵上端的毛我应该怎么去剪 上端的毛我应该怎么去剪 就是你要顺着你的耳根的位置 它本身耳朵的自然条件顺着耳根的位置 把头部把头部的形体跟耳朵的形体要完全分开 也是垂直往后剪 剪过耳朵之后 我们可以轻轻的先向整骨方向去包圆 这样一个小小的耳朵的轮廓 耳朵的形体跟头部的形体 我们就已经分开了 最难的其实是大家都很有就是都有痛点的一个东西 就是老师我左手右手剪的不对称 这个怎么解决 这个怎么破 所以你当你剪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一点 两点很重要啊 第一个就是你剪的时候 你离狗的视线一定要远一些 不要离狗太近 你离狗太近的话 只能决定了 你剪的这个局部是正确的 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整体是准确的 所以一定要离狗远一些 视线远一些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你剪到该垂直的角度 该垂直的面要垂直 如果你不垂直 你剪的面倾斜了 你从正面能看到后面的毛 这都是不对的啊 所以说大家在剪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 那我们现在剪左侧反手的部分 那我下巴的点已经定完了 我定这个头部的最宽的位置 还是给它平移过来 在眼睛上方的位置 我们垂直先剪个角度 然后这个时候一较就要离远了 下巴的角度去连接头部宽 最宽点的这个角度 是什么一个走势 你的剪刀 要用剪刀尖的部分一点点去给它画圆 一定记住 千万大家不要依赖弯剪的弧度去剪啊 如果你依赖弯剪的弧度去剪 你的狗剪完之后就是 所有的狗都剪成一个样子 所以一定记住 我们是用剪刀在毛上画画 抠出来一个 雕塑出来一个非常立体的形体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正面看一下 看哪里不对称 再简单修一修 好 我们现在从最宽点去连接头部的最高点 一定要画圆连接离狗远一些啊 保持你的狗是一个这个对称的状态 如果大家要是剪的不对称的话 可以反复去找啊 所以你刚开始剪的时候 尤其新手 千万千万不要一次性 追求一次性剪刀位 这样的话特别容易进入误区 你剪狗就容易存在挫败感 再一个你该垂直的面 也就是说应该前后垂直上下垂直的面 必须要找得到 然后剪狗的时候要自己去默默的去建立一个 剪狗的逻辑 剪的时候我们要保证这个耳位是对称的啊 这下面的肤儿我们要剪掉 这侧也是没有福尔 给它剪掉吧 变成两个小小的片片的耳朵 然后我们现在头的轮廓大概出现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把整个内部的轮廓给它剪出来 比如说嘴啊额断 那我们现在把嘴跟额断先分开 我们先把额断做出来啊 45度 从两个那眼角之间 向上 然后 然后 有个包圆的角度 然后垂直 然后到湄公骨正上方最高点 你像我们剪的这个头比较大 比较憨一些 所以呢 你剪的时候 你的额断千万不要剪得过于重 你可以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额断剪得略微的 比你正常的额断 稍稍小一点点 减少它这种额断压眼睛这种厚重感 增加它的灵动性 要不然的话 这个头看着 有点压眼睛 所以我们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把眼睛给它露出来 这样看起来 它这个小狗狗才会显得非常的机灵 让甲狗的眼睛我们也露出来 我们把眼睛露出来 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外眼角的这个部分 也算在你额断以内的 所以千万不要抠缺了 剪没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眼睛的这个位置 剪得很干净了 按照这个额断的角度去剪 我们侧面看一下 它大概的额断是这样的 这个额断不能留得太重 如果留得太重的话 会影响它整个视觉上的感受 就会让人觉得这个头太压眼睛了 然后我们正面去看 我们现在剪整个嘴部的样式 因为它是憨憨的 所以大家在剪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嘴部不要剪的过于小 不要收一收就给它剪小了 轮廓线千万不要去破坏 然后我们把它的毛 按照正常的毛流方向 梳起来 因为它本身额断 我们剪的就不是特别的 这个厚重 所以我们鼻子上眼的毛呢 尽量 鼻子上眼的毛呢 尽量多给它剪一些 让它眼睛整个都露出来 要不然的话会显得这个狗啊 眼睛非常非常小 而且感觉这个狗啊 经济神不是特别的 那个舒服 所以我们剪的时候 要把眼睛多露出来一些 所以鼻子上圆的毛 我们尽量的要给它剪的略短一点 把眼睛露出来就可以 这个面我们剪的时候也是平着去下剪刀 不要剪的时候改变形状啊 这个狗最可怕的就是剪完了之后 整个嘴是这样的 这是最可怕的 这样显得狗非常非常丧 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去做啊 尽量上面给它留平 到时候我们包圆的时候 我们也是包的比较顺手一些的 因为平面嘛 它包圆的时候 你就能分清哪个位置是包圆面 哪个位置是这个平面 我们应该保留哪里 把眼睛周围这些杂毛给它去掉 这一侧我们剪刀 这一侧我们剪的时候 剪刀一定要向内倾斜 不要再平着剪了啊 一定要向内倾斜 因为这个位置是包圆面 然后这是平面 让大家正面看一下 多的我们就按照包圆的面 给它剪掉 把平面再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内部的轮廓 已经剪出来了 其余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按照 这个轮廓线去包圆 那首先在我们包圆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 这个把嘴部的吸盘面 就是老师现在梳的这个面 把它这个平面先整理掉 现在不要看像大胡子一样啊 然后我们整理完了之后 然后再一包圆 它就看着能了 能略微精致一些了 本身这个头啊 它就不像这个花生啊 然后公主头啊 这种什么比较这个 不是特别日常的头 那么精致 因为它比较大 所以它比较憨憨的 所以大家就是 剪的时候要追求一个东西 就是追求精细度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进行嘴部平面上面的修剪 一定先把吸盘面给它剪干净 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我们一定要顺着毛流的方向 去剪这个狗的吸盘的位置 然后在一个大家剪唇线的时候啊 因为它是假狗没有唇线 就当大家在剪真狗 剪唇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哪怕它嘴再大 我们整个嘴部的唇线 只开跟鼻头同宽就可以 千万不要剪的过大 如果你剪的过长的话 你相当于把嘴部外侧的 这个包圆面给剪透了 那理解老师说的意思吗 就相当于把包圆面的毛剪缺了 我们仔细的整理一下啊 然后平面 气盘面的平面 我们整理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找一下 整个形体的对称度 重新再做一下啊 因为我们等一下包圆的时候 你形体不对的话 你包的圆也是不准确的 头顶的部分 我们还要再明确一下啊 因为后面那个整骨以下的这个毛发呢 我们还是这个略微能看得见 所以我们现在要整理一下这个头顶的毛发 你要保证你的轮廓线是整齐的 等一下你在包圆的时候 你才会准确 然后我们现在 因为后面的毛发 已经影响到我的视线了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的耳朵 跟脖子先分开 剪完了之后 再让它看得舒服一些 要让它影响我的视线 等一下我们包圆的时候 又该不准确了 大家一定注意啊 如果你在剪真狗的时候 它的后脑勺 也就是脖子 整骨以下连接脖子的这个位置 千万不要给它剪的过于这个窄 如果太窄就太扁的话 整个头部看起来 从侧面看就很奇怪 所以尽量让它饱满一些 会好看一些 再说一遍 组织 再查取 我们再试图 再查一下 再查一下 我们再查一下 就完整 请 daw 一个 好 我们看一下正面 好 1分钟 好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正面 正面我们已经整理完了 轮廓线条都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包圆 那额段的位置我们已经包到整个头部的最高点了 那现在我们包外蜒角的部分 大家包外蜒角的部分 有很多这个同学啊 这个位置捡不好 所以呢老师在这里呢 帮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我的这个思维概念 就是当你捡外蜒角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去捡 老师的建议是 你要找到你额段的这个角度 顺势移过来 这也是一个这样的角度 然后他要往整个轮廓线上去包圆 包到轮廓线就停 再来一遍 从这开始 从外蜒角的部分 按照额段的弧度向上 只不过他这个额段的这个角度啊 不像这个额段这么大 他是一点一点一点 从这个额段最高点 变成这么一个小面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要从这个位置还是去包轮廓线 只不过你不像这个额段这么饱满而已 我们这样去连接外轮廓 在不破坏外轮廓的情况下呢 你这个这个包圆呢 也是捡的很够的 如果在捡真狗的时候呢 你这个位置要反复反复去捡 反复反复去梳毛的 这样捡完之后 他才是最准确的 然后捡完之后呢 他才不压眼睛 要不然的话感觉外眼角这个位置 总是没有捡干净 你这个位置没有捡干净 可能就是因为 当你这个看这只狗的时候呢 把这个位置没有当做额段的这个角度 额段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可能你就把它忽略掉了 还甚至还有学生是这样去捡的 如果你这样捡的话 特别特别容易给他掏缺 因为你捡的是一条线 它不是一个面 然后我们反手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啊 从这个角度过来 45度一点一点 我们向轮廓上面去包圆 包圆的时候记住了 包圆不是剪刀洞 而是你的手腕要带着你的剪刀洞 我们把这个两个外眼角的部分给他处理完 然后我们现在捡嘴部的包圆 嘴部的包圆也是一样的 我们按照这个轮廓线去包这个嘴部吸盘面 与这个轮廓线之间的这个小小的面积去包圆他 剪刀同样是毛流方向 把这个棱角去掉 剪完之后 它是一个憨憨的一个浑圆的形状啊 它千万不要剪完 像尖嘴后三的那样的就不好看了 一定剪完之后 这个整个嘴部应该是很饱满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包嘴的时候啊 很多学生他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剪的时候轮廓剪的不错 那我在包圆的时候就包缺了 那包缺了之后呢 我就不敢再往 包缺了之后呢 我就不敢再往下剪了 等甚至剪下一只狗的时候 我还是包的不够 这样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因为当你在包缘的时候 你没有分清面 和包缘面之间的关系 不到具体哪里是包缘面 哪里是平面 所以你在包缘的过程当中 包着包着 你就把平面的该有的轮廓线条 把它包掉了 当作包缘面包掉了 所以呢 你在剪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嘴越剪越小 越剪越小 身体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在包缘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我包缘是哪个面 哪个小面 我平面是哪个小面 所以你在包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要知道 我包的是哪个面 我到哪里结束 就停手 不要摊杯 不要摊剪 再要往里剪的话 你就特别特别容易剪缺了 剪到平面就收手 不要再往下剪了 再一个大家可能已经忘记 老师刚开始跟大家说的了 剪的时候呢 一定要离狗远一些 你才能看到整体 你剪身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是不离得太远 离得太近 那你只能看到局部 局部的话呢 它不能就是带给你整个狗 一个好的结果 理解老师的意思吗 就是你剪的时候 越看整体 你剪的整体越好看 越看局部 你的整体 越完蛋 长相顺口溜了 一定要看整体 不要看局部 然后把平面 嘴部上圆的平面 我们再整理一下 然后包这个面 吸盘上端的面 与这个平面之间的包园 好 下面让老师再精修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 就是我们把这个位置包园了 嘴包园了 这个角是不是还没有包园 就是这个角 我们还没有包园 一定要注意 头与嘴连接的部分 这个位置 我们是剪刀 顺毛流 把这个角去掉就可以啊 因为本身它平面也小 它包园面自然也会很小 所以大家不要摊剪 把它剪得很大 然后这一侧也是一样的 这一侧也是一样的 我们顺势顺毛流 给它剪掉 然后我们看正面 正面外轮廓呢 是这样的 这个位置呢 我本人不是特别喜欢剪的 我觉得这样 看着有点别扭 所以我比较喜欢 把它剪成圆弧形状的 把这个位置 轻轻给它包园 连接到你整个头部 这个嘴外侧的轮廓线 但如果说 大家喜欢这个嘴部外侧是尖的 也可以 就像我左侧反手的部分 没有剪到的 也是可以的 不算这个错误啊 就是看个人喜欢 本身萌细这个东西 或者是说 太迪的这个东西 它都是没有标准的 我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审美 和喜好去剪这个东西 两侧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你更喜欢哪一个 你就剪成哪一个样子 好吧大家 然后我们现在 修剪耳朵的部分 耳朵其实很简单 我们尽量按照 整个狗的 最耳朵最短的位置啊 就贴近耳朵的边缘 我们给它剪出来一个 比较短的 一个耳朵的造型 相对来说呢 短一点的耳朵呢 它会碰一些 所以呢 这个这种大的这个 憨憨的这个 复古这个 头部呢 头部的形体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 配一个小耳朵 灵动一些的 就看起来比较可爱 然后左侧也是一样的 剪的时候呢 之前的这个傅耳朵 我们可以不用去预留它啊 然后左右耳朵的长短 也要注意对称 然后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包园 包园就是整个面 这个位置 我们要去顺毛流包园 然后再来 顺毛流去包园 捡到要顺着毛流方向 如果大家这个习惯这样去包园的话 这个位置很容易出现到狠 所以我们尽量顺毛流包园 顺毛流其实捡的也很快 然后我们把这个耳上的毛 如果它这个毛流也是参差不齐的话 我们也是这样 按照顺毛流的方式 把它捡得很干净 左右两侧的耳微要一致 好的 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复古的 太底头就捡完了 好好的 太底头就捡完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